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聚焰堂 今天很開心邀請你一位很年輕的設計師 他又做畫質,又做Digital 很難得的就是我看他的投資,很多客戶都很高級 有年輕人,當然要問一下年輕的作業者 Eddie, 跟大家大聲招呼 是否可以說清楚你的設計師的部分,包括什麼呢? 其實我們最初不是那麼寬闊 但可能有些客戶剛剛做起 他又發現我們的畫面可以,或者我們的創作人可以 然後又試給我們做其他東西 慢慢做一下,其實有很多只是開初做平面的東西 又或者做一些網絡網站的東西 甚至是延伸到很多Animation、廣告 甚至是在活動上的整個配件 我們都有機會碰到 所以在他看他的網站的時候 我真的忍不住一見他,他問他有很多東西要做 當然看回他的投資,不是一般說 只是做設計師,你都拿了很多獎 從2004年到2007年的時間,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開初呢,剛剛創意就會做多些希望打在自己的名堂 去做很多不同的比賽 但是剛才你也說過,我只是做2007年 即是十年前的事 沒錯,因為現在已經越來越少時間接觸 沒有時間分配 有時很想申請一些比賽 最後我們都沒有時間做到 因為他現在有創業者 雖然說十年前,但都很年輕 在過程當中,在設計師這個行頭裡 其實你有自己的公司 要令到你有很多客戶 那條路是怎樣走過來的呢? 是否全部都是以由玩比賽 贏了一個少少名才開始呢? 其實就不是的 反而我覺得比賽贏到名的機會是比較難的 反而反而做很多工作 或者對不同客戶的時候都用心去做 又或者不要怕吃虧 做多一點 可能他只是想要一個設計的 但是我們做兩三個 又或者他要講期限 盡量幫他們講 那些客戶儲回來 這個不錯,作為一個客戶 我沒有叫你多給幾個選擇 我真的好像感覺量比較好 當然,設計師這個行頭 我們覺得一般人 就好像很難的 因為每年都說設計師 每年都推出很多 那你在創業的時間裏面 是否都有相對地遇到這個困難 就是別人的選擇上有多過分別 那是否一次就已經創立就成功 還是之前都經歷了一些事情呢? 其實就在開初之前 其實我有跟另一個partner做過一間公司 但是就… 即是這間是第二間 對,這間是第二間 那你說無論是創業 以及我們都推出了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的問題都是一樣多 譬如現在競爭者很多 可能我們現在做的網站 外面可以二千元就做一個 有些是在網站自己做的 但是當…可能比較 或者他們試過原來二千元的質素是去到這樣 或者做完一個Web Live 覺得很不行 可能有機會是回頭找我們 是…是… 那麼我們就… 但是我們都盡量希望… 就是揭發… 可能用質素去跟別人做比較 因為說真的,很多設計師喜歡漂亮的東西 要很有心機 那這是一個設計師本身可以給出來的服務 但是老闆又很現實 又要計算、出糧 很多很不漂亮的東西都要處理 那你怎樣去平衡兩邊呢? 嗯… 因為我實在都會遇到這些問題 是領想化又會出糧 很難搞的 是啊 我想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客人要成為設計師 我們就很難轉變到他的想法 那就沒辦法了 但是譬如如果是一個新的客人 那麼我們都會盡量做好的東西給他看 還有告訴他甚麼為之好 為甚麼我們要這樣做 還有究竟我們做起之後 即是他的target audience 會怎樣去看那個設計 原來這樣看是會舒服一些的 又或者為甚麼要留一些空間在那裏 就是種種類的 elements 我們都盡量去告訴客人 原來這樣才叫好 這位都要教育的 還有美感這些東西 是吧 日常都天生的 可能會是 還有有時要跟預算和趕時間 在商業上去欣賞這些美的東西 有時都有很大的挑戰 但我最有興趣的是 你從未搞你之前的生意 的時間裏面是一個設計的 本身是想出一些很好的東西給別人 但為甚麼你不去打工 你要自己開設計呢 其實都是一些故事性的 因為當時我做設計的時候 發現可能要進修 我便去讀書 讀書要維新的關係 但其實都要接一些職員 其實本身設計有時都會有一些職員 但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我的職員越操越多 是吧 是吧 這樣呢 就想想其實我們都可以 說實話都儲了一些經驗 我們都可以對一些設計 做到一些評判 或者我們都定到甚麼為之好 所以我便開始找合夥伴 繼續去 好像順著那個勢 其實都是 其實有不多設計師 是順著那個勢 自己變成自僱人士多呢 嗯 都多的 不過就不知道是否可以維持了那麼久 就不知道 因為你都很長時間 如果聽你這樣說 第一間公司 那拍檔就轉了這間公司的拍檔 第二間公司 其實過程當中 你也算挺久了 那你有甚麼元素 有甚麼元素 嗯 即你的設計很漂亮 還是你很堅持 有甚麼原因 我想堅持都很重要 特別是最開始 我們都很辛苦才找到一些糧 作為人工老闆都是這樣 出糧是很辛苦 找一次出糧 是呀 跟著就 跟著就 因為營運是不是你最主要 你和你的partner營運 還是你都還會請一些同事 還是專注的營運 你都是負責設計較多 其實我們都會做設計 亦都會回到營運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自己都是一腳踢的 我們有少少員工做事 是呀 因為很多時候 是不是設計這個行業 通常的架構都是這樣 香港也是的 不是那麼多很大的公司 為何香港和外國的情況會是怎樣 外國的公司應該會盛行一些 但是香港當然都有公司 但是現在其實近年就越來越多這些小型的公司 所以他們可能全公司接一些工作 又或者直接客人也有 其實這個情況越來越多 你作為一個設計師 作為一個老闆 你為何要平衡呢 因為剛才說兩樣東西是很極端的 品質上我真的想要一個很美的設計 勾很多碼 但是客戶會在期限上又要出量 要快點交給客戶 你怎樣可以平衡呢 就是做生意的部份裏面 其實都好看我們和客戶如何溝通 因為有些客戶 他們的接受的運力是比較多 或者他們可以接受到創作的程度是比較高 我們都會盡量去做多些 但是商業有少許不同 就是他們最重要是快 還有在視頻上清晰 都有這麼多的優質 其實就OK了 因為我見到有些給我看的計劃裡面 差距都很大 有些就是很藝術 很有感覺 很棒 有些是很落地的 基本上經常常見到的 落差是幾個不同的設計 是做出來的 但是當然因為真的需要不同的客戶 他們要的東西會有不同 有些可能會收到物質才安樂 有些是要留白的 這些部份就要和客戶好好溝通 為什麼我一開始的時候 說他有一些很不錯的客戶 因為我們看這個品牌 可以說名字的品牌 可以說名字的品牌 例如卡迪亞那類 真是很高級的品牌 都會找他們幫忙 即是他們設計的標準 是外國的大型公司 一些這麼精品的公司 他們都覺得OK 似乎不容易 你作為一個本地的朋友 怎樣可以贏得這些國際大品牌 去找你們幫忙 其實我們都是靠提供的 好老實說 大型車的品牌等等 像Rolfo 維麗一般 其實他們也是一間大型的品牌 開始的時候他們都是做一些較小的工作 但是我們很多事也沒想像到 例如造 43 motion 他們有介紹過另一家車款 他們給了豚老轍 其實是輪胖關係 是做得好 他就保持着在那个级级的公司 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继续合作 因为很重要的 现在客户都是那句 你当然是找一些真材实料的东西 每个人都说设计 但是设计出来 首先第一件事看上去行不行 这个就是这样的了 另外就是背后怎样和人们沟通 或者可能有些人觉得 一些艺术家常常找不到他 就是去联络的 但是商业立场是不行的 是的 那你赢的部分呢 除了Reford之外 你们的优胜资产在哪里呢 如果要做设计者的公司 赢了这些大型品牌的话 我们做得快 还有跟得到核贴 如果他们有什么需要 他们立刻找我们 我们会很快地回应他们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令到这些国际品牌对你们有兴趣的原因 其中一个都挺重要的 因为他们最重要就是快 是的 还有因为有时 例如出广告 其实还要撕一些媒体的时间 通常那些是非常赶的 但是为什么你可以快呢 有些人觉得设计的 有灵感才行 那怎么可以快 快是否不够漂亮呢 呃 快是否一定不够漂亮 嗯 嗯 嗯 设计者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才行 哈哈哈 因为很落差很大的嘛 有时都觉得要 要多些灵感 要弄在一起才出了一个项目 但是公司是不会理你的嘛 要快的嘛 但是会不会因为过程这样缩短了 而不是最正的项目 不是最正的设计呢 嗯 那当然 嗯 当然 你如果给我选择 其实我都希望慢慢可以 就是好像艺术品那样 都需要一些时间去刁鱼一件东西 那但是 嗯 我们尽量都会 都要免贴蜡 就是要平衡这件事 对啊 要平衡这件事 就是会不会是一些设计者 要营运公司 或者是真的要面对商业社会里面的一个难关呢 因为你一定是对漂亮有执着要求 你才有你的位置和你的风格嘛 嗯 是啊 其实很老实说是 就是甚至譬如我们自己做开 都是有很多手画的东西 嗯 就是譬如我们早前帮艺术馆做的一个网站 就是现在他们有一个program 叫做Cultural Massage 那我们尽量帮他们想个概念就是 啊 Massage就是按摩啦 那究竟按摩有些什么条件 就是可能要打通任督耳蜜的要 那我们尽量可能用一些 密博的graphic 一些模式去帮他们建设一个网站 嗯 所以譬如这些长时间的 我们就可以想多一些有趣的东西 但是可能是Wolfo 卖车的 那样 其实有时有些东西很直接的 那可能就未必需要那么多概念去围绕那个app 那我想问一下 例如香港的部分里面 可能我们都会尽量在这个范围里面试 例如第一个 都是他们合心意的东西 那第二个就可能变化多一点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 神经病的想法 是的 纯粹尝试去销售一下 咦 其实可以有其他选择 可以做到 也有其他选择 跟市面上其他广告的不同大一点 这样去做 那比例上呢 就是外国的客户 和本地的客户 会不会有分别 就是外国愿意试你那些神经病的东西 但是本地客户也会比较保守一点 外国客户就会 他们可以接受多一点 譬如我们手写一些图片 又或者动画 他们都可以的 但是相对于香港 就真的比较商业的 会不会是未接受到 因为说真的外国现在 反而是多了很多手画的 还有他们会觉得 那个Graw的感觉挺特别 很多动画也好 甚至乎因为 譬如现在都比较多 行Visual Recording的想法 整天都觉得画得更好 但是可能未吹到本港 大家都觉得可能要 要靓靓的 或者是件事是一般很公正的 Graw Fics 才叫做 Professional 那会不会看过潮流未吹到来 亚洲是这个原因 还是不是的 本地的老板也比较坏 也比较怕 声音更多 嗯 又或者这么说 其实很多手画的东西 其实都需要多些时间 是 可能他那个项目 其实都未必能够 提高得起这个 反而是时间的问题 是的 就变成了不是一个 他们够不够敢尝试的问题 嗯 两样都有少少 有点有少少 好的 有没有很大的分别 你感受和本地的 客户或者外国客户 他们的合作上 会遇到什么不同 嗯 遇到不同 就是 譬如可能外国客户 可能他们 啊 他们都会很清楚自己要些什么 就是可能他们需要些什么 style的drawing 又或者 啊 我们没所谓的 我们可以给你试 那所以 我们 就是多些 发发空间 也都可以试多些 又或者 啊 我们真的可以 试画一些东西 但是 本地的通常 就 真的少些 他们告诉你 我们要用这个image 下什么字 嗯 可能就 就是 听命令 对 没错 当然了 你现在创造了你一间公司 都说了 看他的网站 所有东西 一定是漂亮的 是 那他说 在这个公司里面 第一次 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就是要 要和另一个partner 再开始 遇到什么问题呢 因为创业者 很多时候 当然会碰到逼的嘛 但是碰到逼的 会是什么学习到什么呢 可能 其他嘉宁观众 想创业的话 都会学到东西的嘛 嗯 遇到的问题 就是 第一就是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第一次创业 那所以呢 那是多少岁 第一次 二十多岁 都是年轻人 哈哈 那就是试一下吧 那就什么也有事 但是可能 第一件事就是 可能我们存的组织没那么好 经验没那么多 就是可能 可能别人都未必会接受我们 我们也没有机会去搭某些公司去接工作 那样 所以 其实那时候经营是太难的 有没有学过任何东西才创业 还是不是 好朋友 来 我们拿到设计证就开档 有没有去学习这方面 因为说真的 你做designer 你会学很多东西关于graphic 但是有没有关于学生的东西 真的没有 即是去了 是的 即是这些就是一般年轻人 年轻人去 拿到设计证就行了 没错 那会遇到什么问题 没有相关的知识 我想最重要是人物网络 认识完这个之后 做完这件事就完了 就等了 对 就等了 那当时你怎么找新客 就是买广告 还是朋友 还是等 都是refer 即是等很久 是的 可能on hand 有个小计划 然后就等了 嗯嗯嗯 等到这样一刻 你怎么决定去结束生意 以及中间隔了多久 就开始这个新的 即是这间公司 嗯 那时候我都维持了一年的 一年而已 是的 一年而已 这样就完了 之后 发现可能真的不行了 那我就 出发去打工 打工打了一段时间 是的 打了一段时间 打完之后 人有什么进步了 你觉得是时间去开第二间呢 其实都很不同的 我觉得 因为打工其实 有一个好处就是 老板给钱你试不同的东西 那你出错了 你不需要自己去 银钱 就是经济角度来说 那也都 其实某程度上 也都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 怎样正常去 营运一间公司 又或者 原来 因为客户 这样谈完之后 要有很多不同的步骤去做 去跟进 跟着 直至到最终 那样 其实这些步骤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我觉得 这些反而不是特意出去 去学习了 就是在自己打工过程当中 终于知道一间公司怎么走 是的 不是摸着石头 是的 真的有很多年轻的朋友 尤其政府现在都十分推广 創业創业 自己的創业 甚至乎有很多的资助 给一些年轻人創业 虽然有 mental 也好 但是有很多东西 很难教得这么仔细 你怎样都好 你都要出去 被人教一下 就是打工的部分 留意不同公司的 structure 或者基本部分 会怎样做 最简单的落地 人家将Inworks 怎样写 或者是 他想怎样做 怎样计算 出粮 这些部分 很实在的东西 这些可能是因为你打工 你就可以参考得出来 第一件事 自己开业 当然是照顾 最快不用想 这个也是一个历程 如果你不断了 除非你家人本身做生意 那你家人是否做生意 不是 完全不关事 这些就是没有概念 是的 没有概念 我也是 因为我都试过 收了一些年轻人 可能给一些召唤我 我看过一张 你除了写价钱 之外 是否没有计算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看着 我怎样付钱 你用的 相对地 这些是很幼乱的 有些技术 其实 一定有作用 你可以照抄的 但如果你少了浸浸 之后 作为想光顾你的客户 我看到真的很害怕 怎样 你是否刚刚出来工作 那些感觉 比较信心 都要经历过这个阶段 那你打工打多久 都打了 都打了六七年 好久 就是打了六七年之后 就再开这一间公司 是的 就是觉得草够 还有什么原因 你会这样跳出来 都蛮舒服 其实都是想自己试试 试试自己是否终于可以了 都可以了 那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次创业 和这间这间公司的分别是什么 当你创业的历程一定很不同 你人是大了 有什么不同 嗯 最不同就是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 这次可以和我新部门谈 究竟我们想的方向去做些什么 做到什么情况 他就是打了很久的工作 还是他自己本身的工作 他都打了很久的工作 总之两个行车人觉得是自己的创业 是的 就离开自己的本身工作 是的 就是主动拔他过来的 是的 好的 好了 拔他出来了 你觉得这次的创业 和上一次是否准备充足很多 或者有很多的概念已经有了 嗯 嗯 很多 其实都不是真的很多 我想多了的就是 我们在 就是无论做设计 又或者对客户的技术 多了 大个仔组了嘛 是的 但是你说 是否真的很能够知道自己怎么做一个商业 其实都不是的 都要摸着 是的 但是起码你有生意 是的 最实在的 说真的 没有一个公司的组织 或者是一个平均 只不过是市场受不受 是的 下个市场受不受就行了 你还要有些大品牌 OK就行了 都是那句 这些形式上的东西 不够你有生意那么重要的 是的 只要是长期的 好了 在你的公司里面 第一间公司是你们两个合作者 没有员工 但是这间公司已经开始有人要管 是的 分别在哪里 分别就是 有时我们都要推动去做事 老板嘛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 因为不是一间很大的公司 其实我们整体的气氛都是很friendly 都是觉得人这么大 就是自乐 自己 或者最紧要 我不要管 你要 就是总之要面对线 其实是 和我们之间的沟通要多 就是我想要些什么 它又想有些什么 involve到在这个project里面 什么新的idea 那我们都可以困多些 其实 那 是的 我想是这样的情况 那会不会呢 就是和你当初是做打工的嘛 那现在做了老板了 那心态调整有没有一些转变呢 嗯 绝对有的 特别是 就是以前 就只会觉得 啊 我这个creative很正 啊 正不得了 就是你没理由不用 我的creative 这样 很多 就是 纯粹是个人出发 但是 现在多了的就是 反而 为什么它会想 就是用这个方式呈现 又或者 就是 他们的budget不多的时候 我们究竟可以用什么方法 去帮他们做好一点 就是以前就是不管budget 就是最重要是 很漂亮的设计 那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不是看到自己 很大的进步 在思维上面 这个考虑会多了很多 是的 还有 多一些从别人的business角度去想 嗯 就是这个过程就是自己 变成了别人的角度 是 整件事就 除了可以复达到自己想要的设计 那些感觉 同一时间也都令到客户满意 其实这样才叫健康的成长 是的 那我很有兴趣 你这么年轻 这些员工是不是很年轻的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有点小一点 是的 因为怎么问呢 因为很多时候都觉得 新的Generation的年轻人 嗯 他们上班的目的 不是上班的态度 是很特别的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因为说真的 很多新作业的朋友 最初会请的 分分钟就是你 那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同事 和 说真的 喜欢设计的那些 很艺术家的嘛 那会不会被人难管理呢 嗯 其实都 都 你这个笑容有很多感受 在见的时候 都要清脆 是这样的为人 嗯 还有 我想我最 我都要告诉你 要听我的要求是什么 是的 就是 塞了钟 真的很难接受 说真的 都不多 在你管理你公司的时间里面 都暂时不多 都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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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迟到的 都有机会 是的 但是都可以的 我设计得很晚的 哈哈哈 是否会这样 有很多人有概念 有设计 或者设计的工种 是永远晚上才可以工作的 嗯 我自己本身就已经扭转了 是吗 是的 你是那些早睡早起的朋友 是的 我是那些早睡早起 哦 警员 这是一般的想法 是的 还有很多时候觉得 晚上的灵感多些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人都能静 以前 例如我晚上做 就是因为 静点 静点 自己开着心机 或听着歌 全程透露自己的世界 很开心 嗯 是的 但是现在又发现 做商业上 可能是不太行 因为晚上你找不到 那些人 没错 还有这个客人早上打给你 响激都不通 那就很大事 是的 我想真的 这个 真是做生意 创业了之后 你的位置不同了 你会因为市场需要 调整自己 嗯 有时的东西又不能太任性 那当然 譬如我营运组 公司有多久 这个新的发展 都有七年 加上都十多年了 由你看一间公司 中间打工到现在 其实你营运公司这么久 仍然都在市场上 蜡烛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 太容易就没有了 你知道这些红头 嗯 我想都是用心去做的 嗯 还有我们都会解释得很仔细听 为什么这样做 会比较好的方案提供给客人 嗯 嗯 嗯 保留到自己的竞争力 这条问题真的很难答 哈哈哈哈 很少想这个 这一范图 还是本身你的客人 多到已经没什么所谓了 我都不用太担心了 都不是的 我想每一个人都 每一个人 每一个生意都不会期望自己 没所谓了 少了一个客人 嗯 所以 嗯 可能有时候都要做一下 一些 做朋友的事情 就是你会有多些 去认识一下新的线组 去令自己的生意会好一点 对 没错 做生意人脈的部分 多多少少你都要保留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躲起来做的话 就好像很普遍的设计者 最流行 生日宝门就是自己来的 对 如果你来打工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像老板的话 嗯 有时候 可能你会困到某些人 除了生意机会之外 可能是新的合作机会 对 你又真的知道 基本上是 当然了 这个行头做设计的 好像听了很久 好像 在说 普遍都是这样做的 有没有特别呢 你自己也好 或者在行头里面 有些行家开始 有些创新的想法 甚至有些突破 令到可以在这个行头里面 可以在这个行头里面 允许得好些 甚至义上了整个行头 有没有这样的 嗯 其实现在很多的就是 用 比如可能新的科技 是 就是 用一些新的创业想法 可能去研发一些apps 这样 然后去领先的行头 但是 但是 我想有时都要回归到 基本上的就是 究竟 到底是否真的做得好 是否想法就足够呢 是否 我自己觉得 就是 很多东西都是 要由基本上一步步做起 跟着 你那个生意或者 business 才会 sustain得久 对 因为这一件事很重要的 面对来近的世界这么多变 是 又要AI 又要人工智能 又有很多类型的东西 我看到你的设计部分 有图片 或者一些 poster 去到 animation 或者相关要宽阔了 其实会不会你们都需要 升级一下自己 而去迎合这些这么大的转变呢 其实我们也有的 保持住 譬如可能 以前最开初的年纪 譬如可能做网站 是 全部是XTM 和人手组织 但是 我们现在 都会有 设计者一起合作 譬如做一些 即是 配合不同的 Dividers 的网站 甚至 可能和一些 Apps 的 合作 开始去做一些 新的Apps 所以 我们做的事 其实是没有变的 都是以美学 或者是如何去做一些 美好的东西为主 只不过是多了很多 技术的东西 去加入 嗯 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 每一行都有这样做 没有得走 你觉得 首先 我将你的公司 再闊点 在你的行头里面 其实遇到什么挑战 你的行家 很多新人都出来了 但又不是每个都可以 继续在这一行 有些朋友 读完设计后 没有做这一行 是的 遇到的挑战 是因为人多 人还 还是什么原因 反而我觉得 现在很多公司 或者设计者 都 公司价格便可 然后设计者 说不要紧 先接下来 抢一单工作 所以就有很多低价 但是做完整件事的东西出现 就是恶性循环了 令到公司 不能够给多些钱去处理 所以令到那些设计者 又不能够维生 是的 我想问有没有一些標準 设计者 因为本来是主观的 除了知道是某学校 毕业之外 有没有一些標準 衡量设计者的能力 或者是能力的 嗯 其实有的 但是 但是 其实很难 就是用 就是standard 不可以说用字 或者用数字 那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很爱 嗯 那我要找一个设计者 我要怎样 就是不要中伏 你明白吗 有些什么的呢 不要中伏 嗯 嗯 一个 ranking 一个 一个 sert 或者某些什么 是这一行 怎样认证一个的设计者 有没有呢 其实真的 多数都是portfolio portfolio 嗯 甚至譬如现在很多毕业 其实很多见工公司 都不会看照片 反而是会看portfolio 嗯 嗯 就是portfolio 如果 有上了equality 做开些什么类型的客户的话 其实 就 你都可以保持到 那个状态 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的行业 我做MZ 都是 我不会看他们的份sert 是什么的 我试过收到CV 是告诉我 他会用Excel 用Photoshop 但我需要你说话 所以 我都是看他的MZ portfolio 或者Performance 而反而学历上的部分 就未必是 那么完全在我们的行业里面看得到 可能设计也有 有些少设计也有 有些少设计也有 很创造的 但可能拿个普通的Sert 也好 可能一直都有人找他 是 嗯 在这个行业当中 如果有些年轻人 我觉得我画东西都可以 我设计也不错 其实有没有建议给他们 咦 他们会不会像你那样 不要傻 立刻做业先打工 是可以帮助他们 你站得稳定一点 可以的 绝对 因为 特别是 他们一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身边也有很多小朋友 设计设计 他们很多时候 我们要试 就冲出来试 看你吹吹样 对 对 但是你不要说做programming 做apps那些 其实那些更加复杂 简单一点就是说印刷 其实印刷都已经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问 例如他们 例如我们常说的要出血 可能对于他们也不知如何做得好 所以打工就是由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去学起 会不会呢 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会出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什么 心急 觉得自己厉害 做了最顶的一层 但反而下面根底部分不够 solid 是 变成了一出对去 你刚才说的第一次的情况 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没有了根 就以为设计美好就可以了 突然的生意不是这样 会不会是设计的公司 其实和一般公司都是同样面对同样的问题 见客 对客业 这些东西是不能走鸡 其实是否设计这个产品 已经去到最顶了 下面那一层的东西都要处理 甚至乎可以学习人士的沟通 因为你要管理你的同事 但是设计人士很有性格 大家都很有性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他公司的嘉宾 比较少会触到这个题目 但作为设计人士 这个个人风格 我都听到这些朋友是撞到不得了的 因为大家太有性格 变成了你从商业立场来说 设计你不能太有性格 但是就没有意思地 除非像你这样做这么多年 做家长自己营运公司这么多年 那些灵觉就磨得圆滑一点 那些年轻人就可能是 出到来 隔到你死的情况 会不会其实 如果一些年轻人 是设计人士 他会教你如何去判断一些厚务 所以其实又不是一个不好的教育 他们是变相令到那个人 可能有多些的自己的看法 对于不同事物的一些想法 但是就会少了一件事就是 其实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合作 又或者如何令事情好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 现在少了的事情 这件事只有你才能说 其实在设计人士这个行头 或者这些类型的性格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之前也曾经试过 一些教设设计人士去做 即是建设计人士 然后去赢了酌酷金 都会遇到就是 雅的 或者是自己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总之觉得那些事情很厉害的 可以的 说完就以为我们明白 其实当中里面是要他们怎样调整 因为你是过来人 即是你由一个新鲜人 到现在自己打完工 又再变成一个老板 他人缘滑度会高了很多 其实他们通常有什么问题要留意 而自己要进步 留意和进步 尝试听别人说话 我这个都很重要 是不听的 是的 我想我以前的老板其实很好 是很好的 即是因为我 即是因为我 那时候我见工其实都很有趣 即是他问 为什麽你会觉得 我会请你 他就说 因为我想做好的状态 要做好的东西 我觉得以前做得不好 那你老板是否觉得 因为这一句要认识你呢 我想他认识我的原因是 纯粹因为我态度认真 是的 不是 态度认真说真 都重要的 亦都很难找的 嗯 那跟着 即是我想 重要 那我开始做了 那我以为自己都醒醒地 做事没有问题 但原来发现在很多基础上 我都要重新学习 那他足足给了一年时间 我是 很有耐性的 对 对 对 错了很多不同的 即不是认识的问题 可能是 刚才所说的 output的问题 即是印刷的问题 不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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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东西 原来发现自己都需要有很多不同的转变 我想我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都需要这种历程 不要说只是认识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范畴 都 不同的工种都需要有这个历程 他才会明白多些 现在你都一段的时间 你现在请的人 虽然跟你们差不多 但有些更年轻 有没有觉得有些年轻人有些不同 譬如说真的 经常都说的 现在年轻人是吃电子奶大的 基本上他们的概念 可能是全部电子东西等等的事情 沟通上等等 可能和人的沟通更差 是 完全失去联络的情况 那些情况 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见到的分别是什么 十多年的年轻人可以差很远 见到的分别 或者跟你自己当初 你自己说过上数 好像真的有不同 嗯 我想 就是 我们当初就知道 清楚自己想如何 尽力做好它 譬如我以前的同学 都是一起做 狂做 甚至通顶都无所谓 最重要是做好东西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改变就是 完成 那就无了 即是由做好东西 变成做左东西 是的 很严重的 也很严重 如果你是设计者 你只是做左东西 一来你不需求却越你的 设计的产品 是很平容的 是的 可以是 譬如我们当初 譬如我自己打工的时候 也是 老闆给了一单工作 譬如要准备一些设计 一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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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们已经预备五六个 齐整的 但是现在就会少很多 一两个 一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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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懒了 偷工减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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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现在就可能太方便 嗯 他说 纳一纳差不多 嗯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他没有你以前那种 宁愿扎实自己根基的努力和行心呢 嗯 都可以的 又或者 现在的年轻人 可能他们 有时都不太清楚自己的方向 可能试一下 但是 但是 纯粹是试一下 他们没有想过 读了设计也仍然试一下 是啊 读了设计也仍然试一下 嗯 你那时候就要焦点 起碼知道真的喜欢这一样的 幻化这些 也可能跟他们的教制度 又或者可能他们人生的方向 根本都很不清楚 他们看着考试 都不知道自己想要 但是怎么处理呢 因为说真的 你的生意 你的客户不是年轻 也慢慢爬到上去 他开始在一些国际大品牌找你们 那你如何去 你一门生意当中里面 你都需要有下面的员工的嘛 那如果你的角色是这样的时间里面 你在挑选人的时间里面 有没有特别的原因 或者方法 可以帮到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想 譬如 在请人的时候 我们都会 真的问他 究竟 譬如他们有作品集 不业作品 他们应该很清楚 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份东西 还有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如果他能够清楚说到 为什么 的话 我想 都已经是很好的 是 慘了 要求好像很低 是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原因 你有时候会选择另外的地方的学生 譬如 内地学生 或者一些外地来香港做的学生 嗯 那又没试过 没试过 因为我真的有些朋友 他们请人 遇到香港一些年轻人的怀习惯 之后 就转了一些不同国籍的人 甚至内地的学生 他们说 内地来的朋友 他们有时候都可能更努力 因为人多嘛 落得到来 斩下去都是小精英 那后期就变了转多了 去不是聘用本地人 你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 我们没有这样的打算 OK 很好 我也觉得这样 对香港年轻人不是一件好事 嗯 因为他的竞争力 本身也不加强的话 你的工作机会 和你的出来 可以出头的效果少了的话 你对将来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的 那将来的公司方向会如何呢 可以继续上升上去呢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继续上升 当然有些事情要做的 包括些什么呢 譬如你在营运这个生意上 有没有特别的新的软件呢 是令到你可以突然而出呢 可能可以的就是自己制作一些产品 又或者一些上线的产品 是 即没办法 都是离不开这个呢 即是IT 是真的离不开 科技啊 等等事情 大家几张刀都好 都是要学的东西 甚至乎之前呢 就是在外国的网站上面 一些新闻都说了 现在呢 每一个人呢 新一代的人呢 就要学到一个Language 但那个Language 不是平常我们沟通过的Language 是电脑的Language 所以呢 各位 想创业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Design 部分的朋友 你就要想一下 原来呢 在你自己个人里面 除了你画的东西 或者那些工人手艺很厉害之外呢 最老板还会认识很多东西的 即是出去打个圈呢 可能会帮得到你扎实自己的能力 那然后你再开公司的话呢 那效果呢 可能就像我们今天 现在年轻的嘉宾Eddie 那样呢 这么成功的部分 今天时间差不多 谢谢你 好 谢谢 和我们分享了你的一些心得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有其他的题目 其他嘉宾和大家分享的 拜拜